我妈的意思就是说 她现在没有跟你结婚嘛 放长线钓大鱼 一直这么说 而且她有时候特好 好到什么呢 她自己跟前妻有一个女儿 然后我有一个女儿 她就是好到 对自己的女儿 都没有对我的女儿好 有一次我父母去旅游 搬机晚点了 我去接机 家里的毛母下班了嘛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帮我去看一下孩子 她帮我看了孩子 看得很晚 隔几天才知道 她当天是约好了 去见她自己孩子的 因为她跟前妻协议 是一个月见一次孩子 等于是她没有见自己的孩子 帮我再看我的孩子 当时我就犯底一过 我说好到 你自己的孩子都不见 你都帮我看着我的孩子 你是不是故意在 没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跟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特别故意对我好呢 一个小孩 你把他扔在家里面 没人照看 一岁半 我是担心这个小孩的安全 你知道吗 多大了你那孩子 七岁了 对于她来说 我晚一天去 或者是晚一个星期去 再不好下个月再见 但是她小孩不一样啊 没人照看啊 而且你要知道 你是第一时间 打电话给我的人 我觉得我也有义务 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关系到安全问题 我就是这样想的 好吧 这件事情 就当你是为我着想 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关于饭店的问题 因为我一个女的 开了一个饭店嘛 确实有些事情不是很方便 就有一次有个客户就磕罪了 就不肯买单 当时吵吵得很厉害 然后我当时打电话给她了 让她来帮忙 然后她确实后来 把那件事情也处理得很好 以后慢慢地 我就有依赖的感觉 隔三差五 她就老往饭店跑 帮我的忙 我就慢慢地让她管了 我就只管财务跟进货 后来我妈妈知道这件事以后 她就大发雷霆 意思就是说 她本来就是看了你电来的 你还拱手 饭店给她管了 你不是中她套吗 你不是往坑里跳吗 然后当时就很大的火 然后我就跟她聊了这个问题 我就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我妈妈这么说的话 我也害怕 然后她就说 确实现在她的生意也不是特别好 经济收入不是特别稳定 她就想跟我一起经营我的事业 然后后来我心里就犯嘀咕 我想我妈说的会不会是真的呢 我自己也担心对吧 你现在帮她管饭店 有管理费吗 发个三四千给我 但是你要知道 我真的不是涂她的钱 一开始我就跟她说了 饭店我们一起来打理好 钱我也不要你的 但是她说不 我要给你钱 我就觉得她是想跟我花钱借一借 然后你看我每次做的事情 厨房我要跟着配菜 跑堂的要送菜 然后收碗筷 包括连洗碗我也给做了 扫地啊什么东西 杂七杂八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都干了 你说她如果找一个外人来说 三四千块钱 人家会干这些事情吗 不会啊 也不会这么 我都给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